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 网路前的同修 如果没有经本 大家用听的就好 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 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 我们对对地方 花是愿意 至心称念我之名字 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 南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奏 一宿满五遍 除灭身中百千万亿节生死重症 我们今天从这段看起 这个一段 我们接前面 就是跟观念菩萨发愿 这个发了愿之后 就是发世愿意 就前面发了这个愿了 那么下面呢 就是 称明 就是我们一般讲啊 称明念佛 又叫持明念佛 念菩萨也是一样 这个 发愿之后 就是行 就是念佛 这个跟 弥陀经讲的 信愿行啊 是一样的道理 有信有愿 那行就是要念佛了 那么念佛这个行门啊 来证实我们 所相信的这一桩事情 用念佛这个行门 来满我们的愿望 所以发愿之后 那么接着啊 就是要自心称念 我的名字 这个 一句经文啊 这个我 这个字是 观世音菩萨自称 就是要自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这个 这个叫称明念佛 又叫持明念佛 那么念菩萨跟念佛是同样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一句经文啊 关键的字眼在 自心这两个字 那么自心啊 经文啊 在 在 在 三二月报经啊 讲的 就比较详细 他讲的呢 三种 自心 这个 自心两个字 我们在《无量寿经》48院 第18院也是讲自心 这个48院讲自心信药 欲生我国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起正解 那么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自成心 那讲的多一个字比较详细一点 简单讲叫自心 那自心就是自成心 那么在善导大师这个观经事体书 给我们注解自成心 自则真 成则实 那么自成也就是真成 自成心就是真成心 那真成心就不是虚妄的虚假的妄性 这个是修学 那么它感应的一个关键 它感应的一个关键 那么我们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或者念佛的名号 自心它是一个标准 那么达到自心 它层次也不同 在《沾茶经》里面讲啊 这个自心 这个浅身的这个境界也不一样 因此啊 这个关键的字眼啊 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留意这个字眼 那我们修学啊 才知道我们现前 在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一个层次 这个是要常识心修来学习的 那么我们 如果不能 一下手就达到自心 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啊 用功啊 这个 往这个 目标啊 来精进 这里 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 称念观音菩萨名字 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 那个就念阿弥陀佛了 这个地方啊 意应就是也应该 或者说应当啊 专念 我们看无量寿经讲啊 花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那当然啊 专念跟称念 都要自心 那这个自心啊 也是菩提心 因为呢 在观经解释这个菩提心啊 就是解释三种 自成心 身心 回向发言心 这个这个三心啊 是菩提心啊 那讲这个三种心啊 我们一般人听了也不容易懂 那么 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药节给我们讲啊 你真信发言 念佛求生 这个心啊 这个心啊 就是无上菩提心 那这个心啊 比较好懂 啊 所以这个 那么专念啊 我本师阿弥陀佛如来 那可见得呢 这个大悲心 陀佛如年经啊 那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关系 也是非常密切的 也是非常密切的 如果不密切呢 这个观念菩萨呢 他不会说呢 你应该啊 要专念啊 我本师 因为呢 本师阿弥陀如来 那本师阿弥陀如来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我们都知道西方三圣 那观念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 因此啊 这个观念菩萨的经啊 跟西方净土的经啊 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非常密切 在这个无量寿经啊 大事神光 第28品啊 世交摩尼佛也给我们讲了 这个 观念四字啊 是补助阿弥陀佛 接引十方念佛众生的 帮助阿弥陀佛 接引十方世界 念佛终生往生净土 观经 无量寿经啊 都有 介绍啊 观音四字 那观经 讲得更详细了 怎么观观世音菩萨 怎么观大世智菩萨 那无量寿经讲称念 以持名为主 那从这个经文啊 非常明显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花了院之后啊 要念观念菩萨的名字 那也要念本师阿弥陀如来 那么或许有一些同修 会有一个疑问 那又要念观音菩萨 又要念阿弥陀佛 那怎么念呢 当然啊 念一种就比较单纯一点 那反正我记得一尊佛 一尊菩萨 那就比较方便一点 那现在呢 又要念观音菩萨 又要念阿弥陀佛 那这个时间怎么去分配呢 那么印光祖师在这个文超啊 我们敬老和尚啊 他决入这个净土集 净土集里面啊 他有提到啊 这个印光祖师啊 欠坚念观音菩萨圣号 因为印光祖师 大家都知道呢 他是大四字菩萨化身来的 大四字化身来的 所以他一生啊 所表现的 就像任元经 大四字菩萨念佛言通章 讲的一样 都色六根 敬念相继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就是主要啊 神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净土 但是印竹 出现在世间那个时候啊 正好是 这个世界上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正在爆发 那么在 这个 中国也八年抗战 那这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啊 这个时候啊 灾难很多 所谓天灾人火 灾难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想到 无量寿经 佛在 观音三经 观音经典里面啊 就是众生若有 急难恐怖 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 福不得卸托者 那遇到这个天灾人火啦 那每一个人啊 时时刻刻啊 都要面对啊 突然来临的这些 灾难 可能现在呢 讲话呢 等一下一个炮弹过来啦 炸得粉身脆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 人心惶惶啊 恐惧不安 因此啊 这个大师他就提倡啊 念观音 念观音呢 大家都知道呢 观音菩萨是师无谓者 他布施给一切众生啊 远离畏惧恐怖 遇到任何的恐怖极难 那么念观音菩萨呢 能得到观音菩萨的 这个 佛力加持 让我们来远离这些 极难恐怖 这些事情 身心啊 可以得到安稳 所以在任元经 普门品啊 这个观音菩萨呢 佛都讲啊 师无谓者 观音菩萨 布施给一切众生 无谓 无谓布施 这是 观音菩萨呢 特别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呢 非常重要了 另外呢 阴光祖师也写了一篇 普劝全球众生 令观音菩萨 这个是在二次大战那个时候 那篇文章啊 我觉得也需要长期来流通提醒 因为现在呢灾难也是越来越多 现在这个大灾难啊 不爆发则已 如果爆发呢 一定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不晓得严重多少倍都不止 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 感受到的 因为现在的武器啊 那比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不晓得要厉害多少倍 可能百倍千倍都不止 如果想到这个方面啊 真的是很恐怖 那现在呢 这个地球上啊 发生一些恐怖攻击事件啊 就让大家已经 感到很不安啦 那何况呢 爆发那个大型的战争呢 那战争 连带的 就是天灾 地震啦 或者是水灾啦 旱灾啦 火灾啦 海啸 包括呢 产染病 瘟疫 那现在我们台湾呢 这个 鸡鸭鹅啊 也都 感染到一些 禽流感 所以今天我看报纸啊 好像屏东啊 又要杀22万只鸡 要杀22万只鸡 那过去的经验啊 凡是这个 动物啊 有这些感染啊 都会影响到 人 影响到人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 灾难 也是一股灾难 现在这个灾难啊 实在太多 越来越严重 最严重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啊 不和谐 互相啊 说是非 互相啊 攻击 那存心啊 不好 这些 是更严重 因为人啊 不善 所以感令啊 这些灾难 那么印竹 他 欠我们念佛人啊 说你一天如果定 一万身 佛号 阿弥陀佛 然后就 加念五千身 观音菩萨 如果你念一千身 阿弥陀佛 那就念 五百身 观音菩萨 如果你一天定 一百身 阿弥陀佛 那就念五十句 观音菩萨 他用这样一半的比例啊 阴光祖师是这么 开始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么也有基础又问 念光祖师啊 难道 练阿弥陀佛 就不能消灾吗 那为什么还要加念观音呢 来提出这个问题 那印竹的开释啊 他说 释迦摩尼佛的时代啊 因为观音菩萨 他 这方面的怨啊 跟这个疾难啊 是相应的 所以释迦摩尼佛 在世的时代啊 众生有苦难啊 释迦摩尼佛 他没有 欠众生 你们念我就好了 其他通通不用念 释迦摩尼佛 还是欠 大家 你有疾难啊 你可以念观音 那当然啊 你专念佛 当然 念佛都能成佛 还不能消灾吗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念观音啊 你真正一个 老实念佛的人啊 真正想求往生的人 当然就念一句佛号就够了 你念阿弥陀佛啊 那观音菩萨也不会怪你 你怎么没有念我 观音菩萨肯定不会这样的 那你专念观音呢 阿弥陀佛也不会怪你 你不念我 我就不理你了 就不接引你往生了 不理你了 那跟我们凡夫就一样了 佛菩萨呢 他不会这样的 那主要啊 是佛菩萨他发的愿 还有应众生 每一个时节音联 每一个阶段 他的需要跟 跟那个情况 那特别呢 就是对这个净土 还没有真正生起信心的人 那欠他念观音 我们做一个榜样给他看 他还没有深入净土法门 还没有发现要求生西方 那么给这些 这些人做一个示范 他们比较容易接受 一般人他对这个求生西方这个愿 他还没有真正生起来 人总是贪生怕死 你给他讲 赶快念佛求往生 我还不想死 现在就叫我去死 他就害怕了 那怕到怎么样 怕到你 你欠他念佛 他听到念佛 他就 吓得两腿都软了 那这样啊 真的也是 很多 大多数 都是有这种情况 因为他对这个 念佛求生西方这个法门 他认识还不够 信心还不深 艳丽还不切 总是会贪生怕死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那么欠他念观音 也说消灾免难 那就 很容易接受了 这个消灾这个很需要 对现前来讲 消灾免难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一般人 都能接受 不但 学佛的人能接受 不学佛的人 他也可以接受 一般我们民间这个信仰 神道教的 你欠他念观音 他说 很乐意念 因为知道 哦观音是救苦救难 或者苦难 赶快求观音菩萨来帮忙 这个大家呢 就很容易接受了 那么 印光祖师在这个 文超精华路也有开始 他说那个 念观音 如果你有信念 念观音也能往生西方 这个在 观经 四体书啊 善导大师给我们 开示的 这个 根据观无量说 我已经讲了 修行六念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佛就念阿弥陀佛 念法是 佛讲的法 修学的法 法门 念身啊 就是 圣贤身 菩萨身 观音菩萨 大师制度 地藏菩萨 这个都是 圣贤菩萨身 那么 念观音啊 你有信愿 也能往生 所以偶遇祖师讲 能不能往生 关键在 信愿之有 你对西方极乐世界 相信不相信 他的存在 你相不相信 自己 能够往生 相信了 那么你 愿不愿意去 你愿意 那你念佛 念法 念身 念天 念舍 念戒 那通通能往生 那反过来讲 如果你没有信念 那偶遇祖师也讲 这个佛号 你念到 像银墙铁壁 风吹不入 疑打不失 也没有往生的道理 为什么 你不愿意去 你不愿意往生 你没有那个意愿 那当然 你佛念的再多 当然也去不了 因此 我们这个凡夫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凭的是信愿 所以这里讲 你看这里又念观音菩萨 又念阿弥陀佛 又持大悲咒 那么这个三方面 我们说 我只念一种 可以不可以 那当然可以 在净土圣弦路 也有人专门念观音菩萨的 他也是往生西方 还有呢 持大悲咒的 他也往生西方 他一生就是持大悲咒 那专念阿弥陀佛 当然这个往生的 大家就没有什么疑惑了 那么如果我们要 持送这个大悲咒 当然依这部经 它是一个标准 我们希望 这个大悲咒持的有感应 当然依照这个经 来修持 是最标准的 最标准的 那这个经 佛教我们这么念 那我们就这么念 那么念观音 念阿弥陀佛 我们可以用这个 阴光大师的方法 如果你要依这个来修 或者呢 你不是 不是这个专修 这个大悲咒的 是兼修的 或者一个阶段性修的 那这个 阶段性的修持啊 那你这个阶段 你就照这样修 那平常的时候呢 你就是 专念佛 或者专念观音 这样也可以 那阴光祖师啊 他 视线给我们看啊 他念这个大悲咒啊 念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啊 在战争 交通不便 有很多人啊 生病啦 或什么 种种的问题啊 阴光祖师非常慈悲 他都加持那个大悲咒啊 都念一万遍以上 加持那个水 还有米 还有那个灰 香灰 那有一些居士啊 他要请啊 水就不方便寄了 他们寄那个大悲米 那个米啊 几粒七粒 纸包起来 然后用信封袋装起来寄 那个香灰 也可以包起来 用记的 那香灰呢 那阴光祖师加持的这个 大悲咒灰啊 但他要治病 治病就是你每次啊 弄一点灰 然后呢 用一杯开水 然后搅一搅 然后那个灰啊 沉淀 然后把那个水喝下去 那阴光祖师啊 教人这么 服用大悲水 他老人家加持的 都念一万遍以上的 那大师之菩萨呢 念大悲咒 这些人也是很有福报的 那这个香灰啊 有加持过这个咒语 当然啊 就有他的加持力在 那么此地讲啊 一宿送满五遍 一宿就是 一个晚上 一天啊 一天啊 送满五遍 那其他的时间呢 念佛念观音 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称号 那一天啊 送五遍 如果要照这个经 你就这样修持 你一天念五遍大悲咒 然后其他的时间呢 都是念佛 那念佛呢 你要依照 印光祖师这个比例来 念也可以 或者呢 你观音菩萨念的多 阿弥陀佛念的比较少 那也可以 这个 就没有一定的啦 因为看个人他的 他的喜欢啊 念什么 那么印光祖师呢 也有欠人啦 有人生病啊 他说你病的痛的受不了啊 就专念观音菩萨 那其他时间也有念佛啦 那念观音菩萨的时间要 加长 念观音菩萨的时间加长 他也有欠人这样念 那么不管念观音念佛念咒 关键就是自心称念 就会有感应 所以我们也 依照啦 我们自己的习惯啦 你来念 依照你的习惯 有的人说 那我就一心念佛就好了 不用念那么多啦 那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如果我们要照这个经修 当然依这个经讲的为标准 来修学 那么一宿宋满五遍 除灭身中百千万亿节 生死重罪 那这个灭罪的功能啊 那就太出胜了 这个身中啊 百千万亿节 生死重罪 那这个灭罪的功能是在 太大了 那么怎么样能够灭这么重的罪呢 就是自心 这个自心啊层次很多 这个也是根据我们修行啊 不断的提升 那个自心的境界就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呢 初学啊 就是 这个 诚心诚意来读诵 先学这个 我们现在呢 达不到那个 高层次的 比较高层次的自心啊 先从我们能做得到的 这个 先来 诵词 这样啊 虽然啊 不能达到经典中讲的 这么殊胜的 功德利益 那起码呢 也能种善根 多多少少啊 这个 小业障 这个一定都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一段啊 是讲灭罪 那么下面呢 这个 第八段 第八段呢 请大家翻开 这个 十八页 十八页呢 第二行 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 这是我们 这个 这次啊 宣讲的 第八段 观世音菩萨 誓言 护词 颂词 大悲 奏者 我们看经文 观世音菩萨 护博 佛言 世尊 落诸 仁天 颂词 大悲 张巨泽 临命 忠实 十方 诸佛 皆来 授手 一身 何等 佛陀 谁愿 皆得 往生 那么这一段 经文 很明显 宋大悲作 你 临命中 你想要生到什么 佛的净土 是哪一尊佛的净土 随你的愿 都可以得到往生 那么这一段经文 没有指定说 哪一尊佛的 佛土 哪一尊佛的净土 没有指定 就是随众真 你的愿望 你想去东方 观念菩萨 就请这个 药师佛来接你 你想去西方 就请阿弥陀佛来接你 那世界很多 十方诸佛 无两无边 但是我们现在 比较熟悉的 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 最熟悉的 其次就是东方 东方这个 净流离世界 药师如来的 这个世界 那么根据本经 它主要还是 偏重 介绍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这一部经 有明显 就是 欠我们往生到 阿弥陀佛的 极乐世界 那为什么 欠我们 往生 阿弥陀佛的 极乐世界 因为阿弥陀佛的 极乐世界 它的特色在 凡圣统极图 那么我们要往生 其他 他诸佛的 凡圣统极图 那美尊佛的 凡圣统极图 跟阿弥陀佛 那个凡圣统极图 不一样 其他诸佛的 凡圣统极图 那寿命都有限量 那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的凡圣统极图 他是无量寿 而且他 不在三界 超越三界 那十方诸佛的 凡圣统极图 还在三界 六道里面 所以这个是 不一样的 对我们凡夫来讲 我们凡夫来讲 我们还没有 证得 不要说阿罗汉 你还没有证得 出果虚头凡 那这个差别就很大 如果你证果 就证得虚头凡果 那你超越三界 就有时间性的 可以一起 天上人间 七次往返 你就一定超越 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 在任何诸佛 国的 繁圣统极图 他只有人天两道 七次往返 他就超越三界了 那这阿罗汉国 他就生到 方便有余土了 方便有余土 在十法界来讲 六道是会土 四圣法界是净土 他就生到 方便有余土 那么正国 升到十方诸佛 方便有余土 破无名 升到十报庄严土 那这个 每一个法门 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 显得没有什么 特别 那么最关键呢 是在凡夫 这一方面 凡夫你还没有正果 没有正果 你肯定是在六道的 建师货 一品没有断干净 还是在六道 必须断得干干净净 你来超越六道 那升到 方便有余土 方便有余土 在十法界来讲 是净土 跟六道法界 比起来 它是净土 我们是会土 这个 都有层次上 差别的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 上山土 都是要 断烦恼 破无名 那这个 跟十方诸佛世界呢 就没有什么差别 它的差别最大 就是在凡圣统极土 那凡圣统极土呢 在十方诸佛的世界呢 都没有超越六道 没有超越 没有超越三界六道 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 凡圣统极土啊 它还是属于六道 但是它那边呢 没有三恶道 它只有人天两道 其他诸佛的世界的 凡圣统极土 有六道 那极乐世界的凡圣统极土 我们读弥陀经 无量寿经 都讲得很清楚 没有三恶道 没有畜生恶鬼的义 它只有人道 天道 那么十方诸佛世界的人道 天道 寿命都是有限量的 有的世界呢 人寿命比较长 那天人的寿命比人间都更长 那虽然长啊 它寿命总是有限 有限量 不是无量寿 有限量 那有限量啊 就有生死了 那么最奇特的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统极土 你生到那边 我们凡夫吧 一品破霉断 信念念佛 代业往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呢 那每一个人都是无量寿 跟佛一样 无量寿 你说他是圣人 他 烦恼一品没断 是标准 标准的凡夫啊 如果你说他 是凡夫 他的受用跟佛一样 跟阿弥陀佛 那观音世事 那个受用是一样的 而且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统极土 他同时也可以 跟这个上山土啊 没有障碍 跟上山土 跟阿罗汉 跟菩萨 跟佛 这个跟上山土没有障碍 这个这个一往生 一个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 然后就跟 观音世事文书普贤啊 平起平坐 那这个这个是 很不可思议的 那其他的诸佛世界呢 他的净土啊 上面呢 跟下面没有障碍 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疑惑的 上面呢通下面 但是下面呢 他都见不到上面 你凡圣统极土 你见不到方便友谊土 方便友谊土呢 你没有破无名啊 你就见不到十报庄严土 十报庄严土 这个无名习气没有断尽 你就回归不了长极光净土 那你要赠得 那你要赠得庄严 旧静的国位 那回归到长极光了 那就圆满了 这个一般修行啊 都是这样的 那么所有十方之后的世界 也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西方极乐世界就会非常特别 他这个仕谱就连在一起 这个我们也无法去想象 所以经典都用不可思议 你不可以用思维 不可以去议论的 你说也说不出来 你想也想不出来 那么这个 当然啊 众生他跟梅尊佛的言不一样 但是十方诸佛啊 都有净土 那么十方诸佛 也都赞叹西方净土 这个在弥陀经我们都读到了 弥陀经讲六方 胡量寿经讲十方 十方诸佛都赞叹西方净土 那么你往生到西方净土啊 等于往生到十方诸佛净土 所以在药士经里面啊 有人刚开始修西方净土 后来又改修东方净土 改修东方 念药士如来 那灵命中啊 这个药士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 其中 观念菩萨跟大师之菩萨 就有这两位了 那么八大菩萨送他到哪里 先送他到西方去 他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 信念不坚定 他想一想要去东方 念药士如来 灵命中药士如来派八大菩萨 送这个人啊 往西方去 这个药士经啊 讲这个有明显的经文 那这个经文啊就证明 法障比丘发四十八院啊 他这个院兑现了 十方诸佛都 赞叹他的净土 那药士佛呢 为什么 就不直接接引到他 东方净旅路世界呢 他说你要来我这里可以 你先去西方赚一千再来 那他就没有障碍了 如果不先去那边报道一下呢 那会有障碍 因此十方诸佛都赞叹西方净土 那生西方净土 等于生十方净土 你看啊 十万亿佛国土啦 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 你到西方你想去哪来诸佛的世界 你随时都可以去 同时发生可以去 而且呢 是我们凡夫的身份就可以了 不用去断烦恼 那这个 到哪里去找这种事情啊 只有 近虚空骗瓦界 只有西方净旅世界这一家 那么有了这一家呢 那诸佛就是共同去赞叹了 反正呢 阿弥陀佛已经成立这个 这么殊胜了 他们也不需要再去做一个重复的了 反正到你那边 这边就都一样了 这个 一段经文啊 也是 讲的 佛啊 他 没有 硬性规定 没有指定 你一定要往生来诸佛的世界 看你喜欢 生来诸佛的世界 那么都能往生 因为众生啊 个人的 因缘不一样 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个人发的因缘不一样 那这个也不能勉强 那佛也不勉强人的 那个 有人啊 他发愿要去弥勒净土 现在有人修弥勒净土的 这个法师我都认识 都 现在人都还在 他要去弥勒净土 以前啊 这个 远备老法师啊 他就修弥勒净土 他修弥勒净土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法师啊 这个法师呢 现在也在佛教会啊 也是 蛮有名望的 年纪跟我差不多 有一次吃饭啊 我们师父啊 韩馆长还有 请这个法师啊 到餐馆去吃饭 这个法师啊 就知道我们师父都在 提倡修净土 那这个法师啊 一下来啊 他自己就先讲了 一面吃面啊 一面讲 他说 我啊 发愿啊 要到地域去 发愿要到地域去 去干什么 去度众生啊 要效法地藏菩萨的精神 那师父说 好好啊 你发这个愿很好啊 到地域去度众生 所以每一个人 他的阴廉不一样 的确啊 有不同的 那么发愿到地域去 当然也是个人的意愿啊 因为人各有志嘛 个人的志愿啊 发的愿不一样 那凡是好的愿啊 我们都赞叹 也希望啊 他能成就 真正能到地域度众生 所以这一段经文呢 这个给我们讲啊 送这个 大悲章句 送大悲咒呢 你要求生 净土 都可以满你的愿 这个在净土圣贤路啊 有这么 专门吃大悲咒 往生西方净土的 有这个公案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在十八页 第五行 富博佛言 世尊 落诸众生 送辞大悲神众 堕三恶道子 我誓不成正觉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一段啊 是讲不堕恶道 不堕恶道 我们在六道啊 生死轮回 还没有出离六道啊 那佛菩萨呢 大慈大悲 在六道生死轮回啊 那三恶道是 最苦 第一是最苦 再来是恶鬼 再来畜生 所以这个三恶道啊 畜生又叫 血徒 因为我们看畜生道的众生啊 大多数啊 都是流血而死的 被宰杀 流血而死的 像现在这个禽流感啊 今天报纸啊 屏东要杀二十二万只鸡 那个数量很多的 要铺杀 那这个鸡鸭啦 这个猪啦 牛啦 这个没有什么禽流感 还是要被杀 只是呢 有禽流感啊 有这个传染病啊 杀了人不敢吃 都把它火化掉 那没有禽流感啊 杀了呢 那肉还要给人吃 就这样的差别 那总是啊 要流血而死 所以畜生道叫血徒 很少善众的 除了他这个众生啊 有福报啊 那么佛弟子啊 大家尽码来放生 或许啊 他能够安享天脸 能够这个自然死亡 所以现在这个放生啊 这个戒杀放生 这个是 佛劝我们要 佛弟子 第一个要修的 那么畜生道 为什么被宰杀 被吃 因为过去是呢 他也是杀别的众生 他也是吃别的众生 然后呢 吃他半斤 要还他八两啊 再六道轮回啊 上上下下 互相轮回地场 酬场啊 那你过去 你杀 杀别人 杀众生 那现在呢 因果循环啊 现在在转世 轮到自己被杀 被吃 这个佛在任年经 给我们讲的很清楚 说羊死为人 人死为羊 现在这个世间呢 吃羊肉的也不少 像高雄岗山啊 那个很流行 这个羊肉 特别现在冬天啊 然后佛举出这个 吃 吃羊的 因为佛 出现在印度 那么印度古时候呢 他们那个地区啊 有一些地方也是 这个蔬菜什么都 都很少 几乎没有 就像现在呢 那个在大陆上 蒙古啊 西藏这地区 那么出家人呢 他没吃素 要脱钵嘛 那脱钵呢 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 那人家给一条鱼就吃鱼 吃给肉就吃肉 像现在泰国啦 斯里兰卡啦 那西藏啦 蒙古这些 包括日本 韩国啊 这些出家人啊 有一些都不是吃素 这中国的出家人吃素 那外国出家人他不吃素 但是他 他这个 不杀生 他吃三净肉 一般现在都吃三净肉 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这个三净肉 市场啊 蛮现成的 那脱钵呢 人家煮好的 现成的 那不是专门为我杀的 我也没有看到 这个众生啊 现场被宰杀 也没有听到啊 这个众生 现场被宰杀的 惨叫声 这个儒家也讲啊 魂其身 不忍食其肉 那个人都有 恻隐之心啊 听到这个众生啊 被杀那种 惨叫声啊 你就不忍心 再去吃他的肉了 所以这个三净肉 在佛陀时代呢 吃到五净肉 五净肉呢 是自然死亡的 这个动物啊 他自然死的 那个吃的 那个你跟他 没有这个命在的关系 他自己死了 把那个肉捡回来吃 另外呢 就是野兽吃剩下的 这两种啊 现代人大概不敢吃 现在人啊 很害怕这个什么 感染啊 细菌啊 那古时候啊 那个时候 他们也都有吃 自然死亡的 所以那天林长啊 他们养了一千牛啊 原来一百多头 现在已经往生六十几头了 剩下八十几头啊 所以那些 他们都养到他自然死亡 我就问他呢 那你自然死亡那个 有没有给他祝念啊 他说有去佛话啦 但是 我说最好还是给他 祝念八个小时 祝念八个小时啊 如果 根据佛头时代呢 那这个就是五净肉之一啦 自然死亡的 然后又佛号加持八个小时 那个肉啊 就更有营养啦 不过现在人他不敢吃 你要叫他吃那个 他就怕胖的不敢吃 但是实际上啊 如果有祝念八个小时啊 那肯定他那个 就不一样了 那个祝念八个小时啊 反正那个动物啊 他 被刀去割跟被火烧 那是同样的意义啦 但是现在人 你叫他吃那个 他不敢吃 但是释迦摩尼佛那个时代 那出家人他敢吃 现在不敢吃啦 这是讲 剁三二道啊 总是剁三二道的原因 那么三二道的夜阴主要是 一吃 那么一吃 他就是 是非三恶他分不清楚 那造了二夜呢 他觉得这个 他没有错 像现在的 现在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 你给他讲 杀身有罪 他会说你迷信 他会说你迷信 哪里有什么罪 他不相信 他只知道杀人有罪 那杀那些动物 就觉得 动物是应该给人吃的 他杀他来吃 他是理所当然的 没罪 那这种看法就叫一吃 就是他不知道这个 事实真相 那佛在经上讲的 他也不相信 听了他也不会接受 排斥 这个就夜障比较重啊 一吃 那么这个 鬼道叫刀徒 刀啊 因为 鬼道的众生啊 他常常 有恐惧的心灵 那么这个刀呢 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 好像 时时刻刻啊 好像有人 拿刀要杀他 那我们可以想象啊 如果我们常常感觉到 哎呀 有人要拿刀要杀我们 那我们那个心 一定非常恐怖的嘛 一定是恐怖不安的 那么 多少鬼道的众生呢 他那种心情啊 就好像啊 时时刻刻呢 都会有人拿刀要杀他 那种恐惧的心理 恐惧不安的心理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 过去在讲习当中 也常讲啊 说人有三分 怕鬼啊 那鬼有七分怕人 那鬼怕人啊 比人怕鬼更严重 那晚上啊 走路啊 有时候 走一些暗路啊 这个 这个古人都有一些规定啊 不能怎么走啊 走了会 跟鬼相撞 那人 怕鬼 鬼更怕人 所以这个叫刀土 那么二鬼道的业因是贪 兼贪 有这个兼贪啊 的业因啊 都到鬼道去了 那鬼道呢 是刀土 那么第一道叫佛图 佛图就是 地义啊 不管是什么地义 都有佛 纵然寒冰地义啊 也是看到佛瓜 这是称费心啊 的业因 度第一道 这个度三二道 那么我们 不想 度三二道 要送 大悲咒 送大悲咒啊 求观念菩萨来加持 让我们这个心啊 从这个贪称吃 转变为不贪 不撑 不吃 那我们就 不度三二道 那主要是 这个功德利益 求菩萨加持 那如果我们这个 贪称吃 忽不住 那还是要度三二道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要福货 我们没有能力断货 但是要有功夫啊 福住这个货业 就是福货 就是这个心啊 不再起贪称吃 要这个功夫 那么有这个功夫啊 我们送大悲咒也好 念佛也好 念菩萨 名号也好 你能够 服住贪称吃 让他不要发错了 那这一生 肯定不会多三二道 为什么呢 灵命中啊 你去哪一道 投胎 往生 关键就是最后一念 最后一念啊 哪一个念头 比较强烈 那么我们就随着这个 业力啊 去投胎 我们自己做不了主 业力在牵连 这最后一念 关键在最后那一念啊 哪一个念头比较强 它先冒出来 那我们到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啊 也控制不了啊 那平常啊 我们这个心里的念头啊 贪生这个念头啊 它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 出现了 它就出现 那出现 比如平常我们贪心比较 严重 那临终最后一念呢 这个贪心 这个念头啊 先起现行 这个念头起来啊 那就到 鬼道去 如果临终最后一念呢 迷惑颠倒 那不省人事 现在呢 还有更严重的呢 还没有命中啊 就老人痴呆症 那这个就 跟这个畜生道相应了 临终啊 这个颠倒 就容易啊 都畜生道 那临终颠倒啊 不是说 临命中他突然颠倒 不是这样 平常就颠倒 平常颠倒 我们从哪里看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啊 他理智不理智这样来看 有人说 这个人比较理智 某某人啊 比较感情用事 比较不理智 不明理 那不明理就是愚痴啊 他想的 他说的 做的他 不对 他自己不知道 把那个不对的 认为他是对的 把对的认为是不对的 颠倒啦 他平常就颠倒 那临终才会颠倒 平常不颠倒 他临终怎么会颠倒 那这个就跟畜生道相远 那平常如果很容易发脾气啊 那灵命中啊 这个称恨心的念头比较强烈 这个时候啊 这个念头啊 出现了 这个念头先起现形 那就 就跟第一道相远了 所以贪嗔痴啊 多善恶道啊 这个关键最后一念 最后一念呢 是五戒十善 仁慈心 慈悲心 这个善心所 这个念头啊 比较强 就 牵领我们到 仁天善道去 那么我们修西方净土啊 就是平常念佛 念佛为什么 平常一直念呢 就希望啊 临命中的时候呢 其他念头不起来 就是念佛这一念起来 那这个 阿弥陀这一念啊 在六套里面没有 死法界也没有 西方净烈世界 跟西方净烈就相应了 那我们这个 念佛这个星光啊 显露啦 阿弥陀的佛光啊 跟我们接上了 那就 接引我们往生西方了 所以 持大悲咒也是这样的 你能够服服 就不剁三二道 这个要讲清楚说明白啊 不然呢 有个人 我念大悲咒 我念多少遍啊 念到最后 还剁到三二道了 他就又诽谤啦 怪佛菩萨不灵啦 那罪过又会更重 堕落就更深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他的一个标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送此大悲神咒子 若不生 诸佛果子 我事不成正觉 前面这一段啊 跟这一段啊 这个 观念菩萨 发的愿 他的誓愿 众生 落诸众生 不管哪一类的众生 他能诵持大悲神咒 如果还剁三个道呢 那我就不成正觉啦 观念菩萨呢 他已经早就成佛了 当然这个愿啊 他能兑现 那么这一段呢 就往生诸佛果子 就往生净土 那么诸佛果 我们刚才讲了 这里没有明显指定 哪一尊佛的国土 但是根据这个经文里面啊 特别讲到 念阿弥陀如来 我本师 那当然啊 这个 也是偏指西方佛果 那么生西方佛果 等于生诸佛果啦 等于生诸佛果 这一段啊 也就是 宋持大悲咒 你要求往生西方 也能满我们的愿 你只要居足信愿 那么你持大悲神咒啊 如果你还没有持到破无名啊 那你还是要信愿 要信念 跟阿弥陀佛才会相应 佛才来接引 带我们去 带我们去 如果你没有信念呢 佛没有来接引我们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啊 西方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啊 去不了 要佛来带 我们才 能够去得了 如果你持大悲咒呢 你持到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啦 那不用阿弥陀佛带 你都看到了 你随时自己可以去 你到哪一尊佛的世界 你通通现前啊 都在你面前啊 你要去哪一尊佛的世界 你动个念头 想去哪一尊佛的世界 马上就去了 那个就不需要佛带了 因为你自己看到了 那这个标准要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那才有这个能力 像任言经讲的 这起码言教出诸位菩萨 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 死胖诸位世界 就现前了 这好像你自己认识路了 不用人带啦 那我们现在还不认识路啊 我们还没有破无名啊 那没有佛来带呢 我们没办法去的 所以宋大悲咒念佛念菩萨 我们如果无名没破 那一定要有信愿才能去 如果你信念啊 在持大悲咒 那肯定可以往生的 阿弥陀观音菩萨 大四至菩萨会来接应 跟他的愿相应 这一点啊 我们也是要知道 因为持这个咒啊 跟念佛一样啊 你看有功夫成辩 有私心不乱 有礼仪心不乱 那么你自己去诸佛国啊 你一定要念到礼仪心不乱 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 明心见性 你自己要去哪一尊佛的世界 你自己就有能力去了 佛没有来带你也能去啦 但是还没有念到这个程度 一定要佛来接应 那么这一段啊就讲 领宋慈大悲神咒 你要求往生诸佛国啊 我们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能满我们的愿 观音菩萨呢 他发这个誓愿啊 如果宋慈大悲神咒的人啊 他想往生诸佛国土 诸佛国的净土 如果不能往生 那我就不成正确 观音菩萨现在成正确了 当然啊 能够满我们的愿 现在关键啊 还是我们宋慈的人啊 这方面的条件 我们一定要清楚 要宋慈到什么程度 才能满我们的愿望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宋慈大悲神咒者 若不得无量三昧变财者 我事不成正确 这个三昧变财 这个三昧变财 三昧是印度化 翻成中文的意思啊 是正定正受 三昧就是得定了 得禅定 他这个定啊 正确的 没有偏差错误 正定正受 那么变财呢 是智慧了 因为有定才会有智慧 这是三昧变财 这个变财呢 我们一般讲有四无碍变 四种无碍变财 这里讲无量三昧变财 这个三昧 无量无边的 这个怎么说法呢 无量三昧啊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六根接触 六层境界 那这个 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 你 推展出去啊 是无量无边的 你眼见色 耳闻生 这个鼻嗅香 舌肠胃 深接触 易啊 思维 这个六根接触六层啊 境界是从早到晚 是说无量无边的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你在这个 无量无边的境界呢 你心都如如不动啦 心都定啦 那就三昧啦 比如说你看到钱 你不动心啦 那你在这个钱上面就得三昧啦 你看到明 这个明对你 不会影响你啦 你的心啊 如如不动啦 不会去贪这个名 在明又得三昧啦 那我们举出例子啊 我们以此类推 看到好吃的东西啊 也不会贪吃啦 这个在饮食上面啊 也得三昧啦 所以三昧啦 那就很多啦 在我们整个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啦 你都 如如不动啦 心定啦 那就无量三昧啦 那么一种三昧得到呢 那无量三昧都会现钱 那么修三昧的方法呢 当然也很多 那像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呢 心得到定 那这个一般讲到 念佛三昧 那修三昧的方法 那也很多 法门也是无量无边的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通通是修三昧 那一任言经去修啦 任言三昧 一法言经修呢 那得法言三昧 看你用哪一部经 哪个经典的方法 理论方法去修 只要心得定啦 得到镇定镇受啦 都叫三昧 那得三昧啦 是一样的 但是修的方法呢 就很多啦 不一样啦 那么你只要得到三昧呢 必定有辩才 这个辩才呢 它是有智慧在里面的 不是我们一般啦 像我们现在这个 电视讲的名嘴 那个跟那个名嘴不一样 那个名嘴啊 那是 那是强词夺理啦 那个歪 讲的是这个歪 歪 歪理啊 那个不是佛经讲的辩才 佛经讲的辩才呢 它是有定有慧的 在里面 那才是真正辩才 那这个辩才呢 对众生有帮助的 对众生有利益的 不会损害众生的 帮助众生啊 破明开悟的 是这个辩才 那不是啊 电视讲那个名嘴啊 很会讲 很会辩 那么这个 上次也跟大家 讲到这个清朝这个 庶安大师啊 他就是得无量三昧便才 这个公案啊 在这个观音菩萨感令诵 他也有收进去 这个大师呢 他是 这个公案是在高僧传第四集 清朝啊 庶安扬州人 扬州就是一些江苏省扬州人 少粗矿啊 不辞戒 为主身所喝 混义报仇啊 那这个 年轻的出家人啊 这个也是 少年的时候啊 性情也不是很好 很粗犷 不辞戒啊 不守规矩 那被这个试验的主持啊 给他执备啊 给他执备 那执备呢 他就生气了 他生气了 想要报仇 不过他有三根 他想到呢 祭司啊 浅修以见词 他觉得呢 那去报仇啊 也 也没有什么意义 他自己会去 回头啊 去反省自己 就自己修得不好嘛 自己真的是修得不好 被人家骂啦 也是 也是应该的 但是被骂呢 那怎么 怎么去洗刷这些 羞耻呢 没有别的 就是自己要用功嘛 所以他这个念头一转啊 他就不去报复啦 他就 乃于所住是 藏经阁送大悲咒 闭关三年乃初 他就 他就在那个 所住的试验里面啊 藏经阁啊 这个 在大陆上啊 试验啊 古代的试验啊 都有藏经楼 这个阁楼上 大家都是二楼 像现在这个 灵波的这个 阿易王寺 他二楼啊 就是藏经楼 共藏经的 那应光祖师在葡萄山 他也是在二楼啊 管理那个藏经的 他那个房间我去看过 现在还有供那个藏经 那么 在二楼啊 就好像图书馆一样啊 平常就没有什么人去吵 就在那边啊 念大悲咒 闭关三年 那闭关啊 这个三年啊 念大悲咒 他也是一项专念 专念大悲咒 三年乃初 闭关三年才出来 他出来呢 神采顿书啊 意欲自下 因为他的神采啊 跟以前不一样啊 跟三年前的变一个人啊 他的原型极止 跟你以前的不一样啊 然不测其所证言 不测就是不知道他 他到底是证到什么样的功夫啊 一般人啊不能了解 但是看他的身材 就跟你以前是变一个人了 完全不一样 但是大家也不晓得 他闭关这个三年啊 到底修到什么功夫 真的什么境界 大家也不测就是不了解 偶于茶色中文克西经义 劫难胜苦 诗笑所谈啊 皆有意托 乃诵所论书 且诵且解 克等害乎 由是以安博明 那偶就是偶然啊 在茶色 这个茶色啊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茶店 卖茶的 像现在呢 饮茶的这个茶店也很多了 那偶尔啊 他到这个茶色当中啊 喝茶 那么听到客人啊 在那边喝茶啊 在分析那个经典的意理 分析到呢 劫难胜苦 劫难就是 遇到困难了 那个经无法去解释 它的意义 无法解释这个意理 大家都 苦思就是怎么想啊 想不出来 遇到困难 那师孝所谈啊 皆有意托 那么这个 苏安大师就孝啊 他就孝孝啊 你们所谈的呢 那个经啊 有遗失掉 有脱漏掉的 像我们现在打字啊 漏掉一段啊 所以他上下都接不起来 那古人用抄的呢 也会抄漏掉 所以他就来送所论书啊 送出来给他们听 一边送一边解答 那客人听了 大家很惊讶 所以他这样就 英冠啊 这个就出名了 或是以奇异小说 亦应声送出 奇异小说 这民间啊 写的那个小说啦 奇异的 他小说他也都 能送得出来 乃知诗以内外典籍 九流百家 下代小说 一切文字 不待色目 无不承受 净传神力 好胜生 那么这个三教九流啊 这个内外典籍啊 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他不用去看过呢 他都知道 人家一讲 他就可以送出来给他听了 所以大家感觉 哦 他这个人很神力 所以大家当时就 号称他为圣神 使卵文达公云 文师名 事已与 师仇对如流 文达叹义 为所正超乎人天之表啊 那么当时啊 有位卵文达公 听闻这个 苏安大师的名声啊 就跟他尝试一下 跟他对话啊 跟他应对 那师仇对如流 这个卵文达公啊 非常断叹 觉得这个人啊 不是普通人啊 他所正的这个境界啊 超乎人天之表啊 不是人天啊 那起码呢 那不是人天 起码呢 阿罗汉以上啊 见生息息啊 探约灾害将至 老生不得见 鲁背将何以脱 四集一年啊 而月毁献扬州 那么他看到 他们试验啊 有一些出家人啊 在玩耍 在游戏 他就很感叹的说啦 他说灾害啊 就灾难快来了 灾难就快来了 老生不得见啊 他说 他 他见不到了 那你们呢 怎么样能得解脱呢 这个灾难都快到了 你们还在玩 还在嬉戏 那灾难来了怎么办呢 这样感叹 四集一年啊 四集就是他 四县延吉啊 往生 一年 那么夜毁向 县阳州 夜就是现在广东 有土匪啊 攻破这个阳州城 当然啊 土匪来就是 沙烧如烈了 大家受灾阳了 所以这个树文大师啊 就是这里讲的啊 他送大悲咒啊 得到无量三昧变才的 一个例子 今天时间到了啊 那我们先 学习到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 他截录的是 截录到 为除不善 除不自成 那我们明天晚上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再来学习 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